同学你知道吗 在工业上冶炼铁矿是在古风炉中 以煤焦使铁矿中的铁被还原出来 所以煤焦是为还原剂 其本身被氧化 同时在反应过程中 铁矿让煤焦被氧化 所以铁矿为氧化剂 其本身被还原 上面粒子反应式的写法如画面 如果是以得失电子的方式来看 当氧化剂的氧化铁 其铁原子氧化数由正三变成零 表示在进行反应时得到三个电子 氧化数减少进行还原反应 当还原剂的煤焦 其碳原子的氧化数由零变成正四 表示在进行反应时失去四个电子 氧化数增加进行氧化反应 因此所谓的氧化剂 是在氧化还原反应中使贪污氧化的物质 其本身得到电子 氧化数减少以进行还原反应 而所谓的还原剂 是在氧化还原反应中使贪污还原的物质 其本身失去电子 氧化数增加以进行氧化反应 如果我们想要写出氧化剂进行氧化还原反应时的还原半反应式 我们可以依照下列步骤写出 步骤一 写出反应物和产物 步骤二 将氧化数有变动的元素找出 先平衡该元素的原子树木 再根据氧化数的变化量写出所得的电子数 步骤三 在酸性溶液中用氢离子 在碱性溶液中用氢氧离子来平衡反应式两边的电荷 步骤四 最后用水平衡两边的氢养原子个数 以高中化学实验常用的强氧化剂过蒙酸钾为例 过蒙酸钾融在水中 解离成钾离子及过蒙酸根 过蒙酸钾在酸性溶液中氧化碳物进行还原反应后 产生雅蒙离子 蒙原子的氧化数由正7降至正2 氧化数变化-5 表示每莫尔的过蒙酸钾可得5莫尔的电子 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表示成画面中的反应式 此时 由于键号左边总加数是-6 右边总加数是正2 且反应是在酸性溶液中进行 所以我们可以在键号左边加上8个氢离子 以平衡两边的电荷 接着根据原子不灭 我们必须在右边加上4个水 让狮子左、右两边的氢原子个数相同 最后检查氧原子的个数是否达到左右两边一样 画面中极为过蒙酸钾在酸性溶液中的还原半反应式 紫红色的过蒙酸钾在不同的酸、碱性溶液中进行氧化还原反应 所得的产物不同 每莫尔的过蒙酸钾可得的电子莫尔数也就不一样 在酸性溶液中产物是粉红色的氧蒙离子 但若是在中性、微碱性的溶液中 产物是褐色的二氧化蒙沉电 氧化数变化是由正七降至正四 氧化数变化负三 表示每莫尔的过蒙酸钾可得三莫尔的电子 而在碱性溶液中 产物则是墨绿色的蒙酸钾离子 氧化数变化是由正七降至正六 氧化数变化负一 表示每莫尔的过蒙酸钾可得一莫尔的电子 我们可以根据同样的方法 来写出其他常见氧化剂的还原半反应式 若我们想要写出还原剂进行氧化还原反应时的氧化半反应式 则我们可以依照下列步骤写出 步骤一 写出反应物和产物 步骤二 将氧化数有变动的元素找出 先平衡该元素的原子数目 再根据氧化数的变化量写出所失去的电子数 步骤三 在酸性溶液中用氢离子 在碱性溶液中用氢氧离子来平衡反应式两边的电荷 步骤四 最后用水平衡两边的氢氧原子个数 以过氧化氢为例 作为还原剂时 化合物中的氧原子经氧化反应后变成了氧气 其氧化数由负一上升至零 由于有两个氧原子参与反应 因此氧化数变化为正一乘以二等于正二 表示每莫尔的过氧化氢可失去二莫尔的电子 由于反应式左边总电荷为零 右边为负二 故在右边写上两个氢离子以平衡电荷 最后检查左、右两边的氢氧原子个数 恰好相等 因此画面上为过氧化氢的氧化半反应式 我们可以根据同样的方法 来写出其他常见还原剂的氧化半反应式 不知同学有没有在上述两个表格中 发现过氧化氢可以为还原剂 又可为氧化剂呢? 因为氧原子的氧化数最高可达正二 最低可置负二 而过氧化氢中的氧原子 氧化数为负一 其之为中间氧化数 可借由失去电子使氧化数上升 不可当还原剂 也可以得到电子使氧化数下降 不也可当氧化剂 例如 过氧化氢加入的另一反应物若为氧化剂 比方说是过氧酸钾 则此时过氧化氢为还原剂 若加入的另一反应物为还原剂 比方说是点离子 则此时过氧化氢为氧化剂 以过氧酸根溶液与草酸根的酸性溶液进行反应 生成淡粉红色的氧蒙离子与二氧化碳气体 合者为氧化剂 合者为还原剂 其各自的半反应式为何 氧化剂为氧化他物 本身进行还原反应 氧化数减少的物质 过氧酸根变成氧蒙离子 蒙原子的氧化数由正7变为正2 氧化数减少 故过氧酸根为氧化剂 其还原半反应式如画面中所示 还原剂为还原他物 本身进行氧化反应 氧化数增加的物质 草酸根变成二氧化碳 碳原子的氧化数由正3变为正4 氧化数增加 故草酸根为还原剂 其氧化半反应式如画面所示 由于会自发的氧化还原反应 使强氧化剂加强还原剂 变为弱氧化剂加弱还原剂 因此我们可以经由反应是否会自发 来比较得知氧化剂与还原剂的相对强度 例如 以至画面中化学式为自发性的氧化还原反应 则还原剂强度及还原力大小为鑫大于银 氧化剂强度及氧化力大小为银离子大于银离子 以致猛加银离子变为银加猛离子 铁加菇离子变为铁离子加菇 可自发进行反应 但铁加银离子不反应 则氧化剂与还原剂的相对强度为何 同学们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单元学到了什么 氧化剂是在氧化还原反应中 使贪物氧化本身进行还原反应的物质 可由化合物中氧化数的减少数 得知每莫尔物质得到的电子数 并依据此数值写出还原半反应式 还原剂是在氧化还原反应中 使贪物还原 本身进行氧化反应的物质 可由化合物中氧化数的增加数 得知每莫尔物质失去的电子数 并依据此数值写出氧化半反应式 有些物质在遇到不同的反应物 可以扮演氧化剂 也有可能是还原剂 例如具有中间氧化数的过氧化氢 自发性的氧化还原反应 其形式如画面所示 因此可以经由反应是否会自发 来比较得知氧化剂与还原剂的相对强度 同学们 看完本单元 你是否已经学会氧化剂与还原剂的原理了呢 欢迎与我们分享你的学习心得哦 我们下次见